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好的 来 谁呢 你都不知报有多离呢 哪来的房子里面长这么洁癖的 林少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小姐 你没事吧 啊 我没事 那个 苏老爷子说只要你结婚 他就允许你留在国内发展 不该你会还还 他这是为了钱逼我去卖 他借钱呢 要卖身还债 好了好了 钱的问题我自己会想办法解决啊 你这是哪家的女佣吗 小音 你在干什么呀 莫夫人 我 我 来来来来 可以啊 我来跟你介绍一下 这就没啥了 这位呢 是咱们当地房产大盒里周师傅叫的 安安 别好啊 爷爷 我必要这么记得这事啊 哎 小姐 请自证啊 哎呦 还害羞呢 真可爱 你是谁啊 你管我是谁呢 他是我男人 谁就是你对他东腾东脚 你再缺钱你也不能去卖啊 我腾腾抚家大帅去卖 其实我不是缺钱 我是因为家里的原因 只有结婚了 我才能在本地落后 结婚 乖乖听话结婚 以后呀我们都听你的 结婚你找我 呀我本地人 幸福快乐 原来你叫不足以 名字真好 就是性是 怎么跟我那个亲亲对象的一样 我们是婚 就算结完了 不然呢 啊 我这个是你的 我先走 哎 那要不 今天晚上你搬到我那里去住了 哇 小燕 你可真是糊涂啊 身家千叶的大小姐就这么嫁给一个穷光蛋 这小说都不敢这么写了 你懂什么 两个穷光蛋在一起 这叫真爱 所以这个男人叫什么 不 责 也 这名字 这名字听得怎么这么耳熟啊 这名字听得怎么这么耳熟啊 你慢慢想 我先回家了 哎 你回哪个家呀 这也太冷清了 哎 轻点轻点 这边吧 这边啊 啊 啊 你们快走吧 我老公要回来啊 副少 您看这辆行吗 嗯 不错 就他了 副少 您要瞒着夫人多久啊 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她 您是堂堂副家的继承人呢 小鹰她是普通人 让她知道我的身份 会被吓到她 是 乃达菲利 八千万 再见吧 我回来了 开饭了 哎 这你新买的呀 哎 没叠你看 啊 你说飞什么别的嗯啊 没有看错了吃饭吃饭 快尝尝 怎么样嗯 嗯 手艺不错呀 嗯 那以后经常点他去 嗯嗯 这张名字 嗯 要不我去其他房间睡吧 哦 这里 只有一个房间 乃乃是闪婚 睡在一起不太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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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总我知道你喜欢眼儿 但你刚收购了鼎盛房产 怎么着夜天露面吧 我明天过去啊 你架着一个穷光蛋 以后怎么养活自己 我自己会看着他吗 我不管 你给我去鼎盛房产上班 我少刚收购了你先过去 你去和他搞好关系 妈我已经到鼎盛房产上班 雾面 喂这里不能拍照 啊 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第一天上班 想跟我妈说一声 哪来的香巴佬啊 一点规矩都不懂 公司怎么会招这样的人 听说今天的新员工里 有股东千金 不知道是哪个 股东千金 不论是他吧 我 我已经和公司找好招呼 让他们照顾好你 我的妈呀 你这是在害我 这 这发生了什么 傅少来 你们一个个的 都给我精神一点 傅家把傅大少藏的可言似了 无论是长相 还是名字都没有公开 好好期待长什么样啊 不可以 这种藏楼的定格 你就要有其敏感 啊 不可以 这种藏楼的定格 这种藏楼的定格 你得叫我去推进你 哦,对,走 傅泽也 这是傅少的名字吗 你认识他 你该不会就是那个股东千金吧 不是,不是 我叫的是刚刚傅总 那个秘书 太幸福 叫傅泽也 哈喽 我是新来的员工 我叫顾盈盈 你就是顾家千金吧 不用谦虚 你股亲 你就是大股东 跟我们打过招呼了 让我照顾你 他们把我错认成股东千金 这种好事我怎么能推开 原来就这样 那就辛苦大家了 不辛苦不辛苦 走,我带你去东西 还好没有暴露线 这要是让傅泽也知道 那还多 莹莹来 这里就是你的位置了 已经给你收拾好了 谢谢 部长我的位置呢 就那吧 这桌子怎么这么乱 乱 乱你不知道自己收拾 部长 我和顾盈盈都是新员工 你这待遇也差太多了吧 你什么身份 盈盈又是什么身份 再说了 你能不能顺利度过试用期 还是个问题呢 年轻人啊 还是不要太好高路远 咱们公司的考核制度 会很难吗 你不用担心 一会我就给你的考核表达满费 直接转正 算了 今天有几个亿资 又不靠转正工资活着 副总事长 您今天怎么来如此 我不来还得了 我那宝贝威孙 和一个不知道底气的女人 结婚了 你就是雇佣 雇佣 太快凶了 你真可爱 是你 那个肥婆居然还不死心 还派人脚上门了 如果是想说负责也的事情 一切 免谈 好一个压经历职的丫头 你 给我过来 副手 老爷子把夫人带走了 给你五百万 离开负责也 五百万 他没什么疯了吧 恐怕这辈子 都没借过这么多钱 我一个月 零花钱都有几千万 小看谁呢 这里是一千万 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们 负责也 负责也 哎我我在 这是什么 你听我解释 你背着我去借贷款 啊 啊 对 我老公都穷得要卖身了 我作为妻子借点钱 以后打勾 再慢慢玩 姑娘 我以后肯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 嗯 嗯 养我 可贵了呢 你妻子我可是不养出来的千金大小姐 不会多年 我堂堂很少 还养不过一个小女 哎 我肚子呢 我去一趟自首 来 去去去 一会儿随便找个理由帮我们免费 明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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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你 吃饱了吗 嗯 服务员 买单 怎么换人呢 你好 一共五千三百块 不过你们是本店的第三百位幸运顾客 所以免单 嗯 一会儿找个借口 给我老婆免单 让她开心开心 好的 这桌免单 一位老板家今天的猫生了八台 所以 到底是第三百位幸运顾客还是 猫生八台 八台 三百 八台 三百 我们 好幸运 是啊 今天我们真的好幸运 就有两次免单的机会 是啊 哎 那个 你先回去吧 我去商场 快 哎 我跟你一起去吧 啊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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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还早 我今天 也没什么事 一起 啊 好吧 这才三十八万 这也太便宜了吧 那要是喜欢的话 就买吧 嗯 我哪买的钱 啊 等一下 我 去接个电话 美女 认识一下 这个什么 刚刚 你在那边看了很久的东西 我特地买的 送你当作见面 我看了很久的东西 你觉得我看的就是这 对啊 那这个东西旁边是什么 一个包 那那个包多少钱 三十八万吧 那这个 三十八块 三十八块 你也说的出口啊 哎 送礼 新意最重要 况且你难怪又不是买不起 你这么漂亮 跟着一个不舍得给女朋友送礼物的男人 太亏了 你跟我在一起 我每个月给你生活费五千 哎 这样 我们先加个微信 逼你五百看看实力 啊 喂 你兜里面几个钱 恐怕不够认识我老婆 喂 你兜里面几个钱 恐怕不够认识我老婆 老婆 结婚了 你不觉得你站在我们两个中间 不太合适吧 是不合适吧 知道不合适 还不快滚 来 一个穷逼 有什么了不起的 哎 我确实想起来我今天还有点事啊 下次再收拾你 哎我就要从你们中间找穷逼 哎 你不要听他胡说 才不是穷逼呢 不要 我确实不是穷逼 我跟你讲 我就是讨厌这些有几个臭钱的富二代 还是喜欢你这种讨厌的那个小宝杂 哎 哎 哎 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 那个我 我就是想 别人有的东西 我老婆也要有 还知道回来呀 哎 你干嘛 搜了我 拿几个一租老婆 败家呀你 真漂亮啊 这点好几千块的 销链而已 不只几块钱 不过为什么这么好看的项链 要用一个烂盒子这样 盒子呢 丢了 丢了 那可是清朝传下来的古斗 价值五个亿啊 五个亿 你哪来的五个亿啊 你哪来的五个亿啊 就昨天那个老爷爷 给的 这 那是 呢 我 快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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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没弄掉 我们可以把这个盒子卖掉 不提下用 不行 这是国家的财产 想要钱我们可以自己挣 真傻呀 在什么 啊好 我公司加班 我得先走了 现在 对挺着急的 我走了 同事各部门 减少计算员工的加班频率 同事之间要和睦相处 尤其是 要保护雇用 服秘书 老板说的那个人 不会是我们部门的雇英吧 不会是我们部门的雇英吧 当然 没有什么事的话就散会了 记住 这件事一定要对雇英谋利 服秘书在拽什么呀 不过就是一个 取了香巴佬的基层员工 竟然红的总裁给他老公开小子 他不会以为有个总裁秘书当老公 就能在办公室里当公主 让我们服侍他 顾英 你把这里打扫一遍 打扫 可我是文员 不是清洁工啊 顾英 你现在连部长的话也不放在眼里了吗 好你个顾英 不想看可以滚出去 咱们鼎盛房产可不缺实用工 我可没说过这个话 五分钟内 我要看到一个干净 看不到灰尘的办公室 喂管家 派两个宝洁来我公司 管家 派两个宝洁来我公司 你听到他说的了没有 管家哎 我还难服呢 别这样说 他也挺可怜的 一天有钱人的日子都没过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他们来这里工作 你们来这里能有什么工作 你们是来偷看我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 没有急事 不要联系我吗 快走吧 盐盐 妈妈是来给大小姐搞卫生的 怎么 你们觉得当清监工是点很光明的事情吗 谁呀 给他跑步去这边 不要说你们说 他们 他们 是我们家的用人 来给我送东西的 盐盐 你家也太有情了吧 居然还有用人呢 也就一百多个用人呗 这不算什么 哎 原来你们在这里 要保卫出的地方 在楼上呢 这 这 这不是你家用人吗 顾音怎么能使用的偷摊呀 哎呀 事到如今 我也只能实话实说了 他们啊 虽然是我们家的用人 但也是顾音的父母 啊 顾音的父母来给人当用人 这也太穷了吧 是啊 啊 大小姐 卫生搞好了 啊 新回来 这是新股费 新股你们跑一趟了 药物能这么多 哎 有些人也太不要脸了 不仅让自己的父母过来搞卫生 拿他们的血汗起来 你说什么 好了 可可没少说两句 人家父母特地跑回来一趟 挺不方便的 走吧 你们快走吧 记住啊 走楼梯别坐电梯 林阳 你对顾音好点 他可是 够了 说你们是顾音的父母 你们还真听他说话呀 要是让顾音知道 他随手叫他的终点钩 是我的父母 我还要不要在公司过去去 混不下去 咱们就不干了 我不干了 谁让我 要不是因为你们穷 不至于这么辛苦吗 走走走 喂老公 同事没有刁难你爸妈 哎 算了 则也只是一个总裁秘书 告诉他 也没用 没有 同事们都对我很好 而且我 干什么 上班打电话 罚两千 我没听说过上班打电话 还要罚钱啊 只要你人在公司 就不能打私人电话 有本事 找总裁反馈啊 服秘书 对 别以为你是总裁秘书 就能纵容不应 给他开小窄 在我这里 行不通 你是 江部长 装什么不认识啊 今天早上才一起开播 你老婆再不好好工作 上班打电话 总裁来了 都帮不住 这副秘书的声音 怎么和总裁有点像啊 这副秘书的声音 怎么和总裁有点像啊 潮了吧 哎 副秘书 他好歹在公司也工作了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鼓劳 要不 我去口头警告一下算了 也适合 那我帮你一下 还不快去 哦 我这就去警告他 副秘书跟副老家子 都爱叫我做事 怎么就没见有人给我发两份工资呢 你给我出来一下 张部长 你给我出来一下 嗯 朋友 你人脉居然这么广啊 是吗 那 副佳佳燕的邀请函 只能道歉到顾小姐参加的 咱们公司的顾小姐 可就应该有你吗 副佳的佳燕 哦 我倒是忘了 你也信顾哈 你该不会以为 副佳佳燕邀请的是你吧 副佳佳燕 银 你和副佳很熟吗 我哪认识什么副佳人啊 实不相瞒哈 我从小呢 就在副佳长大的 哇 那你跟我们boss 岂不是青梅竹马了 原来邀请函是给顾影音的 奇怪 既然顾影音在副佳长大 可我在顶级豪门圈里 从未听过她的银子 顾影音 我长这么大 从来都没有去过豪门家宴 你能带我们进去见识见识 这个 我哪有本事带人进去啊 好像是让步少知道了 不太好吧 盈盈 你和步少是一个圈子的人 带几个人进去而已 她不会多说什么 好吧 等等 这邀请韩 是给顾影的 怎么可能 顾影 你认识不上 我认识呢 难道是 名字写错了 邀请韩你什么 是吗 等你见过有前日的时期 我认识就知道你 费不上负责你了 这老头真有事 当一个孙家天逸的大小姐 真是有事 行我接受你的邀请 哎去哪啊 安家家宴 那邀请韩真是呼应的 玲玲 你不是大小姐吗 怎么连傅家的邀请韩都买不到 我想参加这种级别的宴会 根本就不需要邀请韩 直接去就行了 哇 那还是永远比较厉害 那个 我先回家准备一下 晚十八点 宴会厅门口等我啊 你说 顾影是怎么拿到邀请韩的 肯定是她那个总裁秘书老公方她的啦 要不然以她的级别 咱不可能去得了那种地方呀 是 嗯 走了 我不管 你们想办法带我去复家家宴 这是你们欠我的 顾大小姐的邀请韩 这要是被大小姐发现了怎么办呀 我是会坐牢的 关我屁事 而且 邀请韩现在在我手上 她又进不去 你 起开 你怎么回来 啊 我今天公司团建 回来放东西呢 我怎么不知道公司团建了 你这 今天怎么穿的这么帅 我这今天 陪我才开会 啊 嗯 这年头 秘书都比总裁穿的还好啊 大大厂了 福利好 不能让人知道我要去复家家宴 不能让人知道我要去复家家宴 走吧 是邀请韩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大小姐请 禀告傅老爷子顾大小姐来了 我去跟傅老爷子打招呼 你们随意吧 嗯 你刚刚听到没 门卫馆盈盈盈 叫顾家大小姐呢 他连傅老爷子都认识 咱们以后 得对他好啊 顾家大小姐也来了 我回来了 这傅老爷子啊 真是热情啊 顾大小姐 久仰大米子 说这是把我当作顾大小姐了 这么有钱的金闺蜀 不泡白不泡 有何贵更 想要家人供饮一杯 请大小姐赏脸 好吧 这就是传说中的 端端优雅的顾大小姐 还不如则也取得乡下葱姑 又古不泡 老爷子 这夫人是正儿八经的 城市户口 不是什么村姑 顾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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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敢来啊 是不是害怕了 不敢来了呀 这瓶子有点事 先走了 好 好睡啊 顾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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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身上穿的 居然是小香这一季的高度绣款 他是谁啊 居然这么早就穿上了高度 还挺上心 他居然画高价 朱里竹过来 今天的顾鹰 看起来好像不一样 他身上这件衣服 得七位数 看起来比盈盈的高贵多了 你这衣服哪来的 你说这件 这是我自己一针一线缝的 手工啊 那不就是假货吗 你穿假货来附加家宴 丢不丢人啊 我就说嘛 一个实习员工 哪有那么好的衣服 原来是假货呀 谁主张谁举证 你说是假的 你有证据吗 你有什么证据啊 你穷光蛋的身份就是最好的证据 够了 这里是傅家的家宴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的游戏厅 这里是傅家的家宴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的游戏厅 盈盈 你跟老爷子关系好 你帮我说说话 我能有资格称傅老爷子啊 来人 把这闹事的给我赶出去 就是 把这个穿假货混杂的女人带出去 你们装作人啊 闹事的人是他 我只是年纪大 但还没有老眼红花呀 岂能容得下你们已经视了眼 欺负一个小女孩 你不是讨厌我吗 为什么要帮我 看你今天打扮的还挺用心的笨上 走了 原来是个老顽童啊 你放开我 傅老爷子为什么要帮孤英啊 难道他身上的衣服是真的 说话告诉你吧 说话告诉你吧 这顾英啊 是傅老爷子的情妇 不会吧 不然你以为 这傅老爷子为什么要帮孤英啊 他们怎么知道孤英 是老爷子的情妇 子姨 妈 你放心吧 我会跟老爷子多说说孤英的好话的 谢谢妈 要是傅泽姨也能吃到这么好吃的蛋糕就好 负责义 负责乙 你 啊 啊 孤英 你听我给你解释啊 有什么好解释的 我长眼睛看得明白 完了 完成了 小杨 其实 不是要无意吗 你听我 我原本以为 我们两个结婚 你就会安分手紧 没想到你还是死心不改 又卖身富婆 啊 我 卖身富婆 他全身上下加起来都有几千万了 而且长得还那么好看 傅泽姨 你还真会找富婆 你就是孤英吧 我经常听泽姨提醒你呢 你是 关于我是谁的问题 你直接问这个意思 他其实就是我的 哎 咱们回家再说 哎哎哎 回家 哦 好好好 好好好 原来 泽姨是 长成功家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如果说 让顾英 知道 泽姨的真实身份 他 会怎么做 关于那个女人的身份 还有你为什么跟她牵手出现在宴会 你最好一五一十的攻击是 我其实是富家的 小英是个普通人 让她知道我真实的身份 还被笑了 贫困助学生 呃 他是我的资助人 所以 我才陪她一起续除去 原来这就是你骂我的事情了 哦 所以 别生气了 好吗 我才没有那么小气 哎 那刚才 是谁不停解释 气候候的 摔完就走了 反正不是我 是我 啊 怎么是他 嗨 你是 是我啊 商场里给你买包的呗 好巧 原来 我在 怎么 你男朋友 不会连一个女的 还让你出来上班 哎 你放手我要迟到了 营营你也太厉害了吧 既然有富二代开好车给你送花呢 那算什么 我包更有钱的男生都会有鬼落 我真的要 哎呀 那不是故隐吗 你怎么会有鬼落 他该不会再勾引安龙子吧 丁丁 不应 你不勾引有钱人会死是吧 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有人敢打我 打你就打你了还得挑日子不长 哎 你别拦我 我今天非得给他一个教训 他可是大名鼎鼎的固大小子动了他 你吃不了都是走 你说谁 固大小姐 固大小姐不是我的 怎么变成固影了 现在知道我跟你的差距吗 我跟你啊 是云林这边 少不了不自我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顾夫人是一堵镇房产的股东 不如你把他叫出来 让我们丁丁 大股东这么忙 哪能收钱就这样 颖颖 既然我们决定交往 我也想见你们 怎么 叫不出来 他是我吗 怎么可能叫不出来 你叫不出来 我可以 你一个试用器员工 怎么可能使唤得了大股 夫人 过来门口一趟 能等吗 一会儿 等着就等着 我今天都要看看 你能教出什么 你又会说什么 该不会固婴 真能教出大股东来吧 这样大家不就发现 我不是国大小姐了吗 抱歉 我要先上去签一个合同 啊好 你快去吧 是你 你就是傅少的秘书 有何费啊 我是来和傅少谈合作的 一年几十万 这些钱 这辈子都没见过 我是谁啊 你不就是傅少的秘书 那傅少有没有见过这些钱 他当然见过 那我身为傅少的秘书 我是不是一直陪在傅少的身边 对啊 对啊 那傅少见过这几十万 我是不是也见过这几十万 对啊 那你是不是智障啊 对啊 你这穷算的秘书 你凭什么 发生什么了 傅少 你为了正好 把整个部长眼闭开掉 傅少 傅少 对不起 傅少 刚才我没认出您来 这次合作对我很重要 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哎愣你干嘛呢 把这呆子拉走啊 傅少 请你出去 傅少 傅少 哎 疼 疼 傅少 你怎么办 什么啊 他凭什么把你丢出来啊 傅英英又是你在搞鬼 阿姨真是被傅少丢出来 光伙 你什么态度啊你啊 好疼 你 快去陪我去逼 好疼 哎 我快过去了 谁有空留在这看你撒谎啊 哎 盈盈 我忘拿包了 你先送安少去医院 我暖昌过来 好 你还知道我是你妈呀 来 你还知道我是你妈呀 这不是看你因为整个世界 不清楚 另外才是你妈 你还好意思说呢 家里呀 给你和傅少 组织了一场相亲宴 你去看看 可是我已经结婚了 就你那个月薪八千的老公 有什么用啊 等你和傅少对上眼了 就立刻把他甩了 妈 这事没得商量 今晚你和傅少 在皇家酒店见 傅少 这是什么 傅老爷子安排您和顾佳大小姐 见上 这是酒店地址 是吧 行 我去和他说清楚 不要乱丢垃圾啊 捡起来 这个地方 真是 你们先出去吧 你们先出去吧 你就是傅少吧 人了吧 顾佣 不子已 怎么是你 怎么是你 你 你不是傅少的秘书吗 完了 你回楼馅吧 实不消门 我正式替傅少来乡亲 哎呀 这么巧 我也是 呃 那个 顾小姐 是我的远房亲戚 他不想来相亲 就给钱让我替他来 我心想 这有钱 这有钱 我帮你吃 原来是这样啊 这不行 那 我们既然都是替别人来相亲的 那就 随便的 好啊 吃 饿死了 等一半天了 来 干杯 不则也 我跟你说 其实 我是一个 一千年 加战 五十个亿 加战 五十个亿 我也 跟你说 其实我也是个人 刚刚 得了没 那 我们就都是有钱人了 可是 没有 没有 直线 哎 也不知道顾鹰会不会乖乖听话 那不是小鹰吗 这什么风把父家夫人都催过来 当然是为了我们两家的婚事啊 婚事什么婚事啊 老爷子您还不知道吧 我女儿和您孙子呀 成了 你说什么 我女儿和您孙子呀 两个人相亲 无话不说一拍即合 老爷子 淡定 我淡定个什么呀 没想到我们家怎么出了这么大的男人 这家里有一个 他外面又找了一个 你去 把那个臭小子给我找回来 是 老爷子 你 你 你怎么了 这位是 他呀 就是我的女儿顾鹰 顾大小姐 就是顾鹰 老爷子啊 您见过我们家小鹰 没 没 没 我比 双手赞成 怎么婚事 那真的是太好了 那我现在就回去准备婚期和嫁着 这两个 这一个是千万富翁 假扮穷小 一个是天津小姐 假扮小白花 这两个 真是天生的一对 发生了什么 你怎么感觉好像忘了什么很重要的事 算了 不想 以后就会笑起来的 我去没早餐了 我爱你 妈 你怎么来了 你看你这房子啊 住的比保股间都小 你住的惯吗 妈 你到底来干什么呀 哎 有个好消息告诉你啊 傅老爷子对你非常满意 他让你和富少呀 下个周举办订婚宴 什么 订婚宴 他说我已经结婚了 就那个穷小子呀 哎呀 你就随便给点钱打发走算了 你只有嫁给富少 才能过上好日子 而不是挤在这十几个平方的小房子里面 当一个普通人 我不愿意 你要是不订婚 我们就断绝母女关系 哎呀 妈妈 妈 新闻播报本台最新消息 富家大少爷将于下周与顾家大小姐订婚 这将是南城今年最大的商业联姻 我为什么会和顾家大小姐联姻 听说昨天你和顾大小姐相谈盛欢 后来两个人还一起离开了酒店 我昨天见的人不是顾家大小姐 那是替她来相亲的顾鹰 那我就不管了 反正啊 你们两个婚事就这么定了 那我现在去顾家 我和顾家大小姐说清楚 我已经结婚了 顾夫人 牙齿必报 你说她要是知道了 她的宝贝女儿 被一个村姑给比下去了 你说她会对顾鹰 素先生 病人该交住院费了 妮娅 你帮我倒杯水吧 哦 好 这张卡刷不出来还有别的吗 我晚点我女朋友给钱 我的老少爷 你没有啊 说什么 是事 什么意思啊 要不是我破产了 我看上你们医院吗 只要和顾大小姐结婚 我就能继续过有钱人的日子 宝贝你怎么起来了 盈盈啊 嫁给我吧 嗯 你放心吧 等我出院了 一定送你去吧 送你一朵真的没贵 哎这医院的话不要随便乱拿换回去 哦 盈盈啊 你要结婚了 你怎么知道 网上都在说啊 富家大少要迎娶顾家大小姐 王子公主终成一对啊 完了 顾盈盈 那时候甩来英俊要嫁给富少 咱们盈盈身份高贵 自然要嫁给世界级首富 听说这顾夫两家联姻 定的婚姻很壮观 盈盈啊 你会邀请我们去管理的吧 我 顾盈啊 笑什么呀 顾盈盈你就别撒谎了 不然婚礼当天你都没办法收场 谁撒谎了 你们不是想来我的婚礼吗 那来吧 进公司这么久了 我还没和老板近距离接触 是啊 你们两个智商五年内必被诈骗 顾盈啊 你心里再怎么不平衡 你也去不了这种世纪济灰 部长 算了 拜托 我可是订婚宴女主人 我不在这场订婚宴那根没办法 宝贝 宝贝 富家大少爷 你干什么 明显你结婚之前只关心我一个人 那你也不用丢我手机啊 多贵啊 我错了 我发誓 从今以后我只看你一个人 这这 对了 咱们的婚礼就订在洪宫酒店吧 行行行 你说什么都行 怎么办 我总不能跟富泽也说 我周末不回家做饭 是因为要出去订个婚吧 你去哪里 我要去海外出差 要你装子才能回来 这么巧 我最近也加班严重 不能回家做饭了 不能回家做饭了 那 你别太辛苦了 你也是 嗯 对不起 我会接着好人的事情 回到你身边 哎 刘燕 你今天太好看了 哎 那人也有辛苦哎 估计是哪个路人 来趁热度的吧 嗯 那我们走吧 你们可能 进不去了 为什么 之前不是都 说好了吗 因为 这场联姻 实在是太重要了 所以很多豪门呢 都会派人过来 已经没有位置了 知道了 顾燕燕 你老实告诉我们 你到底是不是顾家大小姐 可可可你什么意思啊 我都已经穿着礼服站在这儿了 你要不是真心祝我新婚快乐 那你就滚吧 可可 顾家大小姐 你干嘛 顾燕燕 你说你是顾家大小姐 你干嘛 顾燕燕 你说你是顾家大小姐 怎么 她算哪门子大小姐呀 我只生了一个女儿 你不是顾家大小姐 那顾大小姐是谁 是我 我才是顾家大小姐 我才是顾家大小姐 你是不是 其实我早就猜到了 我那天在公司楼下 看到 发明馆顾夫人叫妈来 你怎么不知道 我刚才也 够了 今天是我女儿大喜的日子 你们不但不向她道歉 还在她的订婚宴门口鬼闹 顾燕 我们错了 是啊顾燕 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 原谅我们这一机会 无关系 不过希望你们通过这件事 以后能够代言诗人 不要任由冒牌或嚣张刺 我们走 哎 别急着走啊 牌都来了 不如一起进去观礼吧 我们也可以吗 我们不稀好 我不走 复顾燕姻可是所有达官贵族 都会到什么大场面 不看就自己回去 行了 你们进来吧 姑娘 我们终究还是有缘无分 嗯 咱们本身也没多少缘分吧 我怎么没想到 怎么最近这么多人喜欢装球 哎 韩英俊 除了我 还有人有这种癖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不订婚 我要走了 我不信 您要逼我订婚 我肯定当着所有人的面 和顾家大小姐说清楚 还是去看看 说不定 会有什么惊喜 不愧少你 这也太少了 不过姑娘不是已经结婚了 怎么突然又跟副少订婚了呀 这不是很明显吗 有些人啊 这样的家事好 外边找一个 玩够个就结婚了 闭嘴吧你 想死自己去死 别带上我 傅少入场 好帅呀 终于明白 傅家为什么 曝光傅少的名字和长相了 傅家是好 长得帅 你太完美了吧 简直收敌少女的功啊 傅大小姐入场 傅先生 你愿意吗 我不愿意 你不愿意 我还嫌弃你呢 我也不愿意 顾鹰 这么重要的日子 你是来捣乱的吗 顾鹰 傅泽野先生 你不愿意和顾鹰小姐订婚吗 怎么是你 原来傅泽野就是傅少 不应是主才夫人 一直以来我们都不错 完了 我明天干净快走 想一趟 已经够死了 兜兜攥攥呢 还是一家人 老婆呢 在肯定上啊 好不上个家好 不对啊 那你不是在海外出差吗 怎么好这里结婚了 那你呢 你不是加班连家到 回家做饭都能吗 你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那订婚 还继续吗 还订什么婚 我们本来就是夫妻 没想到好好的订婚宴 竟然弄成这个 真是有钱人就是这样 关系复杂的很 总比有些人装有钱人强嘛 孟哥哥 虽然现在我不是顾大小姐 但我也是安夫人 所以说话呢 还请你帮遵征一点 燕俊你去哪儿 帮我说话 我和燕俊的婚礼呢 就在楼上 这皇宫酒店的宴会厅 什么价位 就不用我副寿了吧 你们没有办法用这间 皇宫酒店的宴会厅了 顾佑你什么意思 你报复我 据我所知 安家早就已经破产了 她根本就租不起这间宴会厅了 她说的是真的吗 我本以为你是顾家大小姐 想娶你翻身 谁知道 如果你是为了钱价钱安家 那你的人一算就要落空了 好了 你把东西都放这了是吧啊 一块钱的份装品 一块钱的份装品 放一万二的货币 过瘾给你腿装啊 你还说我呢 哎呀哎哎 200块钱的西装 哎 穿着14万的内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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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家 啊 我已经开始想她了 顾音 出来嗨啊 行 正好我有事跟你说 不回顾家了 去夜店 你说什么 你的穷光蛋老公负责也 就是传说中的副照啊 姐妹 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出生时就自带金银彩票 随便开个盲盒 都能开出这种极品帅哥啊 哎呀别闹了 之前呢 我以为我和傅泽也 真的是真爱 结果呢 听姐一句劝 男人嘛 不高兴我们就换 像我们这种身家 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 我要打包 什么 你们哪找来这么多杀分败俗的男人 这个是男母 两位公主殿下 请我今天要点那个导弹 既然我闺蜜是千金 闺蜜老龙幼是手术 那不得点个最贵的啊 你吗 那就那个最贵的拿一份 好 你就说她是不是不过分啊 啊 假装在加班偷偷跑去订婚 不知道 可是顾大小姐的订婚对象是您那 那她骗我领证啊 那你也骗了顾大小姐 啊 什么什么 贵这名贵 老板 不是你到底是谁的秘书啊 啊 是谁给你开公子啊 我是您的秘书 这都是顾大小姐的错 您一点错都没有 不许说夫人坏话 也不知道顾英现在在干什么 你说她会不会偷偷找个地方躲起来 自己当过呀 您在单身美少女循环俱乐部 消费十八万元 我的卡被盗刷了吗 顾英的卡 什么时候拿错了 顾英呢 好你可顾英 刚离开我 就没什么去讯婚 行香香 我这次真的被你害惨了 哎呀 不少没那么小气吧 是吗 你哪家的男模 抢身一抢到我头上了 你说什么呢 这位可是傅少 正宫 傅 傅少 傅泽野你来干什么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 我们还在吵架 不错 但是你刷了我的卡 我就有资格关 多少钱 我的关系 完了 我的利息是按 不可以 你周八题啊 这么会酸账 你怎么不去抢啊 喂 既然你说了 那我就抢 你你干什么 哎哎哎 姐妹我忘记跟你说了 全朝的夜店都是富家的产业啊 我得你放下了 你是强大还是流氓啊 你 救命啊 你们想想明明 我老婆 谁是你老婆 喂你谋杀亲夫啊 谁让你对我动手动脚 我要回去了 不会命 你还回去呢 你是不是忘了 你是一个有多知福的人 行 既然你话都说到这份上 我觉得我们暂时去要分开一下 需要好好冷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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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太太不得入内 举报奖离十万 啊 啊 富太太不得入内 举报奖离十万 啊 你今天都来多少家酒吧了 全都挂着这个牌子 你这恩爱修得也太高调了吧 什么修恩爱啊 他这是逼我低头 我要找他去 哎 我的笨音 连打气妈笑都看不懂 怎么结婚啊 你好 我是 哎老爷 少叔要回来了 哎 我不是 哎 所以也说你今天换来富家 我还不相信呢 结果你真的来了 富婴来了 坐 我去倒茶你们聊啊 老爷子 原来 您是富泽也的爷爷 我一直还以为 您是那个女人的爷爷呢 可我早就知道 你是顾家大小姐了 什么 您早就知道了 什么 您早就知道了 那 那您知道 富泽也 他 不知道 你知道吗 我们为什么 您呢 可以 所以都能想 因为 他小时候 被绑架 绑架 可以 没事 没事 咱们回家啊 从那以后啊 我们就把它藏在家里 对外呢 就不公开他的身份 这也导致了同学们 对他的误解 还以为他是一个 没人管的野孩子呢 则也从小就见惯了 很高采低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 他那么喜欢你 你不介意他没钱 愿意和没钱没事的他 组织家庭 婚姻是假的 但情义是真的呀 婚姻啊 我跟你说了那么多 只是想告诉你 则也这孩子啊 他不是一个随便的人 他想娶你 那可是他 真的是喜欢你呀 爷爷 您不生气 我欺骗您的事情吗 我生生气啊 则也 不想欺骗你了吗 而且 你能和你们身份的则也结婚 这也就说明了 你 爱的不是钱 而是他这个人 我能接受 作为普通人的你 那为什么我就不能接受 作为顾大小姐的你呢 谢谢爷爷 那少爷来吧 来了 不是说要分开一段时间啊 怎么这么快就见面了 酒吧门前的牌子是你放的 不错 不则也 你别以为我顾家是吃素的 你让我在夜店门前丢人 我也就能让你进不去 南城所有的高岛菜 哎你 我怎么会有你这么笨的孙子啊 我刚给你活活儿子 你又把他提跑了啊 哎不要 你听我说 放开我 我要是不这么做的话 你会不会有这样 你不这么做我也会去见你的 啊 哎 那我们现在把饭上喝好的 那我们现在发生 上去 你干什么呢 我就是想问一下 小鹰今晚想吃点什么 对对对 小鹰啊 第一次来屋里啊 咱们一定要吃点好的 可以吃蒜汤鱼吗 有 你不是不吃蒜的吗 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就一直想吃蒜的 小鹰 来 尝尝妈的手艺 嗯好吃 你能吃得出来 这是什么鱼肉吗 这是从大西洋现摘的东兴斑 看着雪白的鱼肉 应该从家里到锅里 不超过十个小时吧 不超过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这是爷爷看你难得过来 特意派专人专机 直接送到家的 就是为家吃了一口馅 提问就多吃一点啊 等等 我 这怎么回事啊 会不会是这个驴有问题啊 我去看看他 哎 不信啊 他不会是有了吧 有了 那我要当真爷爷了 是啊 好好好 你还好吧 我没事 先吃饭吧 都这样了还想着吃 一会儿我送你去医院吧 我不是应该去肠胃哥吗 怎么带我来妇产课呢 爱吃酸 干老 你不觉得你最近的变化有点大吗 真的 你是说 如果不是 你不会很失望的对吧 不管是不是 我对你感觉都不会变化 你是我老公 居然不陪我来医院 你不就是肚子痛吗 去医院干什么呀 真求情 我可能怀孕了 你说什么 怀孕了 结婚以后我根本就没碰过你 你怎么可能怀孕了 结婚以后我根本就没碰过你 结婚以后我根本就没碰过你 应该是谈恋爱的时候吧 打掉吧 打掉 这可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又没钱 我们怎么生孩子呀 不说不说 开始 安英俊 你不给我钱 我自己生 我夫人要做产检 去给她安排全医院最顶级的VIP服务 还有最权威的主持医生 放心吧 父上 我们会倾尽全医院的资源 照顾好顾小姐 照顾好顾小姐 好 你谁呀 不长眼睛啊 你不知道我不是顾家大小姐 你是顾大小姐 你认识我 你是顾家大小姐 你认识我 顾家大小姐 你丈夫安排了最好的病房和医生 请跟我来 你好 请问什么时候能轮到我 都排出队了 再等等吧 早知道去顾家的私人医院了 小心一点啊 这个孩子的身份啊 不一般的啊 顾小姐 您要的热果汁 你又烫死我啊 会不会做事啊 对不起 顾小姐 你们呢 可得照顾好我了 不然啊 我让我老婆把你全都排除了 我怎么不记得 你老公还有这个本事啊 你是谁呀 这里是VIP病房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记得有地方 大姐 请你出去 不然我们要交保安了 你们不会真的以为 床上这个女人 就是顾大小姐吧 说话呀 安家都已经自顾顾暇了 哪还有钱钱给你包下 这VIP病房 安家 你的老公不是父上 我又没说我老公是父上 而且 我是安家的夫人 没有资格包下麦病房 我老公也是法的 一个出来麦的一般 不论你说什么呢 你不要让自己承认乱说话 自己看吧 怎么可能 这肯定是批个图 豪文圈里谁不知道 你老公跟鸭子没有什么区别 也就你 还傻乌乌的愿意嫁给他 我怎么都清楚 你干嘛 顾小姐 VIP病房和院长诊治 是要单独收费的 收费 是你们搞错人了 天什么要我收费啊 让开 我们给顾大小姐安排着VIP 这里是傅少的医院 我们都是傅少的人 你跟傅少有关系吗 VIP每天八万八 院长清整一万三 就给你抹个铃巴 叫十万 十万 你们奖钱啊 VIP服务就是这个价位 国际进口药已经打你肚子里 不得全数军统 该不会有人冒充顾大小姐 却连这十万 也拿不出来吧 最后十万呢 刷卡 现在这病房是我的了 反正给我赶出去 顾颜 你就在外面和那些孕妇挤在一起 乖乖等叫号吧 顾颜颜 你是不是对有钱人有什么不解啊 顾大小姐 车备好了 随时可以出发前往 顾家的私人医院 这个小的VIP病房 就留给你住吧 我要回自己的私人医院 顾小姐 就好好享受一下你给福田医院的病毒 第一到明天就没有了 怎么回事 我不都是安排好了吗 怎么还跑回顾家医院呢 没什么大事 恭喜夫妇人 你怀孕了 我怀孕了 我要当爸爸了 目前看来孩子很健康 孕妇要少吃韩信的海鲜 特别是韩鱼 难怪我那天吃鱼 孕通那么严重 但都亏的 要不然的话 我们还不知道 肚子里躲了一个小天使 小杨 我们要当爸爸妈妈了 是不是你 花了老子十万 韩鱼君 你居然为十万块钱打我 我们现在连饭都吃不起 我不打你我打谁 好好好 这次我先放了 晚点再收拾你 谁给你打的电话 是不是那个四伯 发什么疯呢 我发疯 我老公在外面卖 我能不疯吗 你怎么知道 确实是真的 韩鱼君 你兜里一分钱都没有 你为什么要骗我给你结婚 别闹了 实话告诉你 要不是以为你是顾家大小姐 我才不娶你这种拖拉货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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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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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先生 是谁 什么 趁我还有耐心之前 我要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了 事长 昨天的事和我们无关 是有人在冒充傅人的身份 通知下去 傅佳明下所有的医院 封杀顾盈盈这个人 永不接待 是的 这顾家副家 垄断了全男人的产业 这女子 她惹谁不好 非要惹这两个大佬啊 除非啊她一辈子不生病 不然有的她瘦了 官员号 警察哥 对不起顾音音小姐 这里不接待你 你说什么 这里不接待你 请你去其他医院吗 凭什么不接待我 我可是病人 这里是傅氏集团的医院 朱少有力 我们都不能接待你 请你再去其他医院办法 我能去哪儿 几乎全南城的医院 都是傅家的产业 喂老公 她在洗澡呢 你有什么事吗 你谁啊 你听说了吗 傅少要举行记者会 薛莫夫人还一个喜讯 真像啊 才刚还一个这台记者会 这孩子也太幸福了吧 你也不看孩子爸妈是谁 记者会 宝宝 妈妈能不能过上好日子 就看看 想什么呢 我总觉得今天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看来傅家真的很重视这个孩子 这么早就开发布会了 你也不看看 这可是傅家和顾家的孩子 也是啊 这孩子一出生就是南城两巨头的继承人啊 真是妥妥的人生赢家 宝宝 别的孩子一出生就是首富继承人 而你 什么都没有 欢迎大家来参加记者会 我是傅泽尹 今天除了要公布还孕的喜讯之外 我还要正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妻子 顾家大小姐 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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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要做什么 顾英 我一直以为医生叫的顾小姐是我 这样用了你的诊治时间都是我的错 我求你原谅我好不好 你干什么呀 我没有怪你 你没有怪我 可是你老公却封杀我不让我看病 现在是什么情况 不是要封杀一个普通人 有钱人就能仗势气人了吗 顾英 你的孩子是继承人 可我的孩子也是人啊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们让我看病吧 你先跟我去后台 相信我 我会解决好这件事的 快 顾小姐 你为什么要推我 我 我 我都 都操 我 我没有推你 血 好多血 顾英 顾英 小姐把腿流产了 不 不 不 父上 去把夫人送我去 顾英 她没事吗 她不会有事的 这里交给我来找你 你找我吧 不行 哎 夫人 是 顾英 你也有今天 起来吧 别装磨 起来吧 别装磨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听不懂 那我再说清楚一点 我夫人根本就没推 你没流产 所有人都看到了 就是你脑口把我推流产的 是吗 夫上 去把傅佳的医生叫过来 是 我倒要看看 你留的到底是不是人气 医生 先走 不用了 至少 不用这样 你给我十万块钱 我自己找医生的 姑娘 你是不是傻呀 傅佳有全世界最好的医生 十万块钱 请都请不来 不用了 我的孩子没那么减贵 找普通医生看也行 哎 顾小姐 你要去哪儿 医生马上就到了 怎么回事啊 他怎么看起来像你没事人啊 很会是在隐戏吧 顾小姐 敲诈勒索 可是行事安静 要坐牢的 不是 医生来了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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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俗 我 医生 在一座 在动物体育�成 不及别窗 과 你好 应该就追这两个人的事情 听这医生说的话 我的妻子就算再厉害 她也不会把两天前就没的孩子给推掉了 从今天开始 谁要是敢发布对我妻子的不良心 我们顾家和顾家一定追究到底 怎么样 她 两天前因为压力过大 流产了 所以 想借着机会勒索你一下 故意碰瓷 碰瓷 可是她流了好多血 都是假的 人已经送到警察局了 那就好 怎么样 宝宝有没有被吓到 她连眼睛都没有长出来怎么看得到啊 嗯 我们是不是应该给她 起个名字了 总叫宝宝宝宝的 也不太好吧 那 你想取什么名字 我认识一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那不如就 用她的美字来明明吧 谁啊 除了我 你还认识其他女人 嗯 那个女人就叫宝宝宝 那你自己想要不要 那有一个女人 我认识的女人 就不太想要 我认识了 你也不太想要 我认识了 这个女人 就不太想要 就是 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